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日益紧张的地缘局势和美国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进行了他近两年半以来的首次中国执行。 据商业时报报道,称,魏哲嘉于2025年12月上旬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台积电开放创新平台OIP生态系论坛, 还有两位副总裁陪同,分别是业务开发及海外营运资深副总裁张小强和欧亚业务及技术研究资深副总裁侯永青。 根据台积电官网公布的议程,今年的论坛将重点介绍台积电在尖端制程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 包括A16和N2等技术,以及其最新的晶片封窗平台,如Info集成闪出, CoreOS晶片在机板上和TSMC SOIC系统集成晶片等。 此外,魏哲家还在此次访问中,会见多家中国主要的晶片设计公司与企业。 此次行程,可以说是台积电在美国对中国半导体限制仍然严格的情况下, 对中国市场合作的最新推荐。 魏哲家上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23年, 当时他带领代表团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台积电技术研讨会, 并与张小强和侯永青同行。 根据财报显示,截至2025年第三季, 中国仍然是台积电的第三大市场, 贡献了公司8%的收入,较第二季的9%和一年前的11%有所下降。 商业时报指出,中国媒体预计, 2025年中国的晶片需求将达到2000亿克, 这一需求将为台积电提供可观的增长机会。 根据台积电官方规划, 2025年OIP生态西论坛自9月从西谷启动, 相继在东京、新竹、阿姆斯特丹举行, 南京成为这一全球徐悔的收官之展。 论坛聚焦人工智慧潜力与台积电先进制程及封装技术的融合, 特别关注下一代AI晶片的能源效率挑战, 以及A16、N2和N3等先进制程的设计流程解决方案。 这一安排本身极具象征意义, 南京作为中国半导体产业重要基地, 承载了台积电在中国的制造布局。 而OIP论坛作为台积电生态系统的年度盛会, 在此收官显示出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 魏哲家的访问中国之行, 将恰逢美国对南京晶圆厂FAB16许可豁免的到期。 根据美国2022年10月出台的政策, 限制了用于先进制程晶片制造的半导体设备的对中国出口。 但是,之后台积电、三星、SK海力士获得了一年的临时许可, 并于2023年获得了永久出口许可豁免。 但是,在今年9月, 美国宣布将在年底前结束对台积电、三星、SK海力士的永久许可豁免。 台积电目前在中国营运两座晶圆厂, 位于上海松江的200毫米晶圆FAB10和位于南京的300毫米晶圆FAB16。 FAB10主要生产150奈米及更旧工艺的晶片, 而FAB16则主要生产28奈米、16奈米和12奈米级别的晶片。 随着美国即将撤销对于台积电的永久出口许可豁免, 这也意味着台积电南京厂的先进制程设备零部件的获取将需要重新申请许可, 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晶圆厂的营运。 回顾魏哲嘉上次亲自率队前往中国, 已是2023年的上海技术论坛。 此次再次亲自访问,且可能拜访阿里巴巴等企业, 显示出高层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 在当前地缘复杂背景下, 台积电高层直接与中国客户互动,传递出多重讯号。 一方面,这显示台积电希望维持和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关系。 根据活动官网资讯,智慧型手机、物联网、 边缘运算及汽车应用领域的人工智慧发展, 正成为驱动半导体需求的核心动力。 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活跃的创新生态。 另一方面,魏哲嘉的访问也可能是在为可能的业务拓展进行高层沟通, 尤其是在美国禁令尚未正式取消的背景下, 探索合规框架下的合作空间。 此外,魏哲嘉计划拜访的阿里巴巴作为中国领先的云服务提供商和晶片设计公司, 其平头哥半导体部门已推出多款AI和四伏器晶片。 台积电一直是阿里巴巴高阶晶片的主要代工合作伙伴, 双方在先进制程上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 在人工智慧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焦点的当下, 阿里巴巴对高效能、低功耗、BI晶片的需求持续增长, 而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和制程技术正是满足这些需求的关键。 此次高层会晤可能涉及下一代AI晶片的合作规划, 特别是在台积电N2、N3等先进节点上的设计协同与产门安排。 此外,考虑到阿里巴巴在云端运算、 电子商务和数位支付等领域的生态布局, 台积电与阿里的合作不仅限于晶片制造, 还可能延伸到更广泛的生态整合, 包括针对边缘运算、物联网等场景的定制化晶片解决方案。 为哲家此行,正值美中达成贸易休战协议, 但科技竞争持续深化的微妙时刻。 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晶片产业的限制尚未取消, 但2025年中国晶片需求量预计高达1000亿至2000亿克的巨大市场, 对任何半导体企业都具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台积电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遵守美国出口管制的同时, 维持并拓展在中国市场的业务。 目前,台积电在中国业务主要集中于28奈米成熟制程, 而中国本土企业在该工艺上已实现成熟量产。 有分析认为, 若台积电此时扩大附中国投资, 可能借助中国的人力与能源成本优势, 冲击本土中低阶晶片产业, 但另一方面, 这也可能促进本土产业链的升级与整合。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高层此次高调坊中, 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可能产生双重影响。 积极方面, 台积电的生态论坛和技术分享将促进本土设计公司 与全球最先进半导体生态的对接, 加速技术学习和创新进程。 特别是针对AI晶片的设计挑战, 台积电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中国企业 优化能效和效能, 提升产品竞争力。 另一方面, 台积电若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布局, 也可能对本土代工企业形成竞争压力。 目前中国的成熟制程产能已相对充裕, 台积电若借助其品牌优势和技术积累扩大市场份额, 可能压缩本土代工企业的成长空间。 魏哲家南京之行不仅是一次商务访问, 更是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变局中战略调整的一个缩影。 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和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 台积电需要在合规框架下寻求新的平衡点。 可能的合作方向包括在成熟制程领域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 共同开发针对物联网、汽车电子等应用的解决方案, 在先进封装技术上提供支持, 帮助中国设计公司提升晶片效能, 以及通过生态合作, 培养更多基于台积电平台的设计公司, 扩大生态系统影响力。 与此同时,台积电也需要谨慎评估地缘风险, 确保业务拓展不会触发监管红线。 在美国大选后, 政策走向尚未完全明朗的背景下, 这一平衡尤为重要。 魏哲家亲自访问南京, 表面上是参加技术论坛和商务拜访, 实质上反映了全球半导体产业 在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力量拉锯下的复杂态势。 台积电作为晶圆代工行业龙头, 其每一步战略调整都牵动整个产业链的神经。 总体来看, 在中国晶片需求持续增长, 人工智慧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 台积电此次访问可能是探索新合作模式的起点。 无论结果如何, 这次访问都将成为观察美中科技竞争下 半导体产业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其影响可能远超一次普通的商务行程。 在技术自主与全球合作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点, 不仅是台积电的重大试水, 也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共同利益。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